长华县政府推动阅读 二水国中积极响应 不但成立社区阅读中心 更是田中区的活水书库 放手一下 像这个是可以在小地方训练孩子 独立的时候 就让他训练他独立的精神 或是说有些事情可以让他做 而且孩子的潜力是无权的 日前特别办理亲子阅读讲座 透过演讲分享了阅读的好处 并借此促进亲子的关系 增进亲子感情 公英频道林俊明 二水采访报导